路加福音第二章 那时,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语,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。 这是在基里诺做叙利亚总督时初次行的登记,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。 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,也从加里利亚、纳扎类城上犹大,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。 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。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,他分娩的日期满了,便生了他的投胎男儿,用强宝国旗放在马槽里,因为在客栈中为他们没有地方。 在那地区有些牧人露宿,守夜看守羊群,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。 上主的光药环照着他们,他们便非常害怕。 天使向他们说, 不要害怕,看,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。 今天在达卫城中,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,他是主墨西亚。 这是给你们的记号,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,裹着墙宝躺在马槽里。 忽有一大队天军,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, 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,主爱的人在世,享平安。 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,牧人们就彼此说, 我们前往白冷去,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。 他们急忙去了,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,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。 他们看见以后,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。 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,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莫存在自己心中,反复思想。 牧人们,为了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, 正如天使像他们说的一样,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。 满了八天,孩子应受割损,所以给他取名叫耶稣。 这是他降运母胎前,由天使所起的。 按梅瑟的法律,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, 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。 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。 凡开胎守生的男性,应祝圣于上主。 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。 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,名叫西莫昂。 这人正义虔诚,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, 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 他曾蒙圣神启示, 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福者以前, 绝见不到死亡。 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。 那时,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, 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 西莫昂就双臂接过他来,赞美天主说, 主啊,现在可照你的话,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。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, 及你在万明之前早准备好的。 为做启示一帮的光明, 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议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 西莫昂祝福了他们, 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, 看, 这孩子已被立定, 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父起, 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 至于你, 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, 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 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, 是阿贤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, 已上了年纪。 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, 以后就守寡, 直到八十四岁。 她斋戒祈祷, 昼夜侍奉天主, 总不离开圣殿。 正在那时刻, 她也前来称谢天主, 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, 讲论这孩子。 他们按照上主的法律, 行完了一切, 便返回了加利利亚, 他们的本城纳扎类。 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, 充满智慧, 天主的恩宠藏在她身上。 她的父母每年逾月节往耶路撒冷去, 她到了十二岁时, 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。 过完了节日, 他们回去的时候, 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, 她的父母并未发觉。 他们只以为她在同行的人中间, 所以走了一天的路程, 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她, 既找不着便折回耶路撒冷找她。 过了三天, 才在圣殿里找到了她, 她正坐在经诗中, 聆听他们, 也询问他们。 凡听见她的人, 对她的智慧和对答都惊奇不止, 他们一看见她便大为惊异, 她的母亲就向她说, 孩子, 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? 看, 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。 耶稣对他们说, 你们为什么寻找我? 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? 但是, 他们不明白她对他们所说的话, 她就同他们下去, 来到纳扎类, 守他们管辖。 她的母亲把这一切莫存在心中, 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, 并在天主和人间的恩爱上, 渐渐地增长。 请问他,